第十二集 这一幕就这样切切实实地发生了 那些不相信的人也哑口无言 一旦医学太陡都跪下了 这还怎么可能是假 孙姨这才清醒过来 连忙把徐老扶了起来 徐老 您别这样 我受不起 徐老抬起头 颤抖着声音道 你愿意带我去见那位大师吗 孙姨脑海中突然浮现出夜晨落寞的背影 她耳边更是想起了她今天对夜晨无情的指责 她恨不得立马抽自己一个大嘴巴 原来可笑的不是夜晨 而是她自己 为什么 为什么她当时不愿意相信他呢 但是夜晨为什么要用这么贵重的东西 换三千块呢 她疯了吗 还是说 她喜欢我 这是送给我的定型信物 孙姨此刻脑袋很乱 乱到她都要抓狂 夏若雪从震惊中清醒过来 轻咳一声 表态道 徐老 你真确定这配方有用 徐老连忙道 总裁 我敢用我性命打赌 肯定有用 而且这配方比力兴美容集团的产品好一百倍 不过 夏若雪最怕这种转折的话语 冷声道 一口气说完 徐老继续道 可是这配方似乎被损坏了 有一味药不是很清楚 夏若雪脸色大变 连忙质问孙姨道 孙总监 到底怎么回事 孙姨刚想说话 就有个中年男子站了出来 指着苏娜道 总裁 这事我知道 在你来之前 公关部苏总监 从孙总监手里抢过了这配方 更是在脚下踩 如果不是你来得及时 这份配方可能就毁了 此话一出 所有人都看向了苏娜 每一个人眼神都充斥着火热和愤怒 这可是公关集团生死的配方啊 这女人居然拿去踩 找死不成 夏若雪眼眸冰冷 想要发作 但还是强行压住怒火 她直接开口道 苏娜 你知不知道 你差点害死我们华美集团 好 从现在开始 你不再是华美集团总监 立马给我滚出会议室 还有 如果这药方出什么事 我保证集团会对你追究刑事责任 你最好祈祷这药方没有事 说完 夏若雪转身离开 见总裁走了 许老和几个研发部的人忍不住了 这女人可是糟蹋华夏的瑰宝啊 有血性的人更是直接冲了过去 一巴掌扇在了苏娜的脸上 见货 看你干的好事 徐老一把老骨头也愤怒不止 颤抖着声音骂道 原来是你这个蛇蝎妇人 你居然敢毁了这宝贝 你知不知道 这东西要是破了 意味着什么 我那不成器的儿子 刚好在文化部任职 你就等着吧 一时间 苏娜被人群起而攻之 整个会议室也乱成了一锅粥 晚上十点 孙怡这次没有开车 而是走回了大都公寓 她任由冷风吹挂着脸庞 她想自己清醒过来 这一天发生的事情 让她的心真的如过山车一般 那个她一直看不起的男人 居然随随便便就把一张价值十亿的药方给了自己 叶晨早上的时候说过 这一张药方可以养活一家上市公司 当时她嗤之以鼻 觉得叶晨就是个爱吹牛的家伙 很可笑 但是现在回过头看 可笑的是自己呀 叶晨 你是故意让我出丑吗 为什么要把这么贵重的东西给我 为什么不告诉我 这是真的 孙怡还是来到了公寓门口 她拿出钥匙 却不敢开门 她害怕打开门 害怕门的那一头没有叶晨 那张药方因为苏纳一采 少了一味药 集团自然不可能贸然采用 所以夏若雪已经给她下了命令 一定要找到药方背后的人 不管付出什么代价 找到叶晨 她就是华美集团最大的功臣 但是找不到叶晨 她就是华美集团最大的罪人 钥匙还是插了进去 门开了 里面灯光是暗的 空无一人 她没有回来 这一刻孙怡再也忍不住了 所有委屈和后悔 如潮水一般涌来 她直接蹲在了地上 双手抱着膝盖 嚎啕大哭起来 为什么 为什么你要这么对我 对不起 我向你说对不起还不行吗 你为什么要走 你为什么不回来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你如果跟我回来 你要我怎么样都可以 这里甚至可以让你住一辈子 你就不能回来吗 孙怡的哭声越来越大 她要把今天的一切都发泄出来 就在她最无助的时候 一道慵懒的声音从她身后响起 喂 你躲在门口哭什么呀 谁欺负你了 需不需要一个温暖的拥抱啊 听到这熟悉的声音 孙怡眼泪瞬间止住 一顿安慰总算平息 夜晨换了鞋子走了进去 她发现孙怡已经坐在那里等她了 甚至时不时用余光来瞄她 难道我今天变帅了 夜晨照了照镜子 颇为臭美的 就在这时 孙怡咬了咬嘴唇 终于开口了 你 你老是和我说 你今天给我的那张餐巾纸 真的是初级住院单的药方 夜晨一正 她这才反应过来 孙怡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变化 原来是因为那张单方啊 估计这东西是被技术部的人看见了 然后她也从中知道了单方的价值 她从茶几的水果盘里拿过一个苹果 用衣服擦了擦 直接放入嘴里 我怎么可能给你假的东西呢 我就算坑别人 也不可能坑你啊 孙怡纵然有了心理准备 可听到这药方是真的 她心神也是一颤 她咬着红唇低声道 你 你为什么把这么贵重的东西给我 我 把它还给你吧 夜晨站了起来 白白手道 你给我做什么 这已经是你的了 你忘了这单方 是你用三千块和一个月的房租换的 你如果是我 那我就立马出去 流落街头 可是 孙怡刚想说话 就被夜晨打断 不要问可是了 我给你的东西只不过是我身上最低级的而已 你如果不想要 扔了便是 孙怡听到这句话 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 这家伙心也太大了吧 这么贵重 价值十几亿的东西 就随便扔掉 还有 这助颜丹的药方 居然只是他身上 最低级的 这家伙身上到底藏着什么样的惊天秘密啊 孙怡这才想起 到现在为止 他根本不知道这家伙的来历 他就像凭空出现的一般 如果不是这家伙 向他死去的老同学 他们俩根本不可能有任何交集 叶晨最怕女人磨磨唧唧 他不打算在助颜丹的事情上多争论 直接开口道 我今天有点累 我先去休息了 你也早点 孙怡见叶晨要走 突然想到了什么 开口道 哎 等一下 叶晨脚步停下 还有事 孙怡连忙道 那个 你不是要见夏若雪吗 叶晨诧异地转过头 等待着孙怡接下去的话 你的药方很可能让华美集团起死回生 所以夏总要亲自见你 明天上午十点 华美集团总裁办公室 你有时间吗 如果是前天 叶晨可能立马答应下来 毕竟见到夏若雪 就算完成了老头给的任务 但是现在 他真没有那么迫切了 他一心在修炼之上 只有修炼 才有资格踏上京城报仇 也只有修炼 可以让他解开那黑色石头的秘密 他目前手上有一千万的资金 足以购置修炼所需要的材料 他已经打算 明天去一趟江城的药店 至于夏若雪的邀请 拒绝便是 让他去总裁办公室见这女人 凭什么 你如果想见我 就把你的姿态放低 亲自来这里找我 而不是我去见你 没空 叶晨简简单单的丢下这两个字 就关上了房门 只留下孙怡一人在原地发呆 孙怡万万没有想到叶晨会拒绝 这可是夏若雪的邀请啊 抛开夏若雪 花美集团总裁的身份 她也是夏家的千金呢 更为关键的是 她可是江南三大美女之一啊 无数大家族少爷 想见都见不到的存在啊 结果现在夏若雪给这家伙机会 她居然拒绝了 而且好像连考虑都没有考虑啊 有必要这么干脆吗 之前你不是打了保安 还气势汹汹的 让这药件下入雪 怎么今天变了一个人一样 珠江别墅区 这里位于江城新城核心腹地 是江城罕见的高品质 低密度 个性化生态别墅区 这里的别墅有一个特点 那就是有钱也不一定买得起 几乎一套别墅就价值十几亿 住在这里的一般都是大家族子地 或者世界五百强的老总 夏若雪也在齐列 这是她母亲当年为她偷偷购置的 就算集团失败了 也还有一处价值十几亿的房产 作为退路 夏若雪的别墅在最里面 环境很安静 此刻夏若雪站在落地窗前 紧闭眼眸 不知道思考什么 直到一通电话打断了她的思绪 她伸出手拿起旁边的电话 总裁 她拒绝了 孙姨刚说完 夏若雪的脸色就变了 她强行压制住内心的愤怒 轻声道 知道了 说完就挂断了电话 没有人知道 夏若雪此刻心中有多么愤怒 她堂堂夏家公主发出的邀请 居然有人会拒绝 这么多年 从未有过 哇 小人